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让我们惊险过关 但我感觉第四关的难度好像比第三关又难了一点 我也觉得骷髅们的实力似乎更强了 不是错觉 第四关这两个魔法师骷髅释放的技能已经达到了六界 看来永恒之塔的试炼难度的确是递增的 接下来的试炼只会更难 需要大家更加小心 是 团长 第五关试炼时 王元元和司马仙 你们要注意志愿林仙和陈英尔 前方由我来顶住 后方有韩羽兄弟赛 也没什么关系吧 接下来我们先休整一下 再进入第五关试炼 我可是忍不住要再试试我的锤子了 也不知道这一关会不会有更强的敌人 拜登 你可要为本公主大写伸手 难道 难道 试炼之地第一层第五关 难易度三颗星 辅助道具全限制 通过时间不限 要求 不得被对手击中 被击中 自动视为 挑战失败 根据规则来看 这个治疗师也是个暴力治疗师啊 应该能给我提供强力的治疗师攻击技能 怎么又来了这么多啊 六大职业都有 他们也是一支练魔团 学会规避伤口 也是取得胜利 很重要的一环 联系 防御 走 走 这一关考验的 是我们的防御和闪避能力 尤其是我们现在缺少坦儿 很容易被对方刺客偷袭 等人 以防守为主 再机会再进攻 有成员被击中 挑战失败 那个刺客速度太快了 我没防住 一直以来 我们团队都以强攻为主 这是我们的优势 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但如果能通过这关 那我们团队在职业定位和配合默契度上 能得到极大提升 那我们继续吧 团长 好 好